李知道,先跟我們分享一下吧,這次奧運會的這個感受,不管您是用幾個詞也好,還是說用一句話也好。 驚險、刺激、圓滿。 驚險、刺激、圓滿啊,既然不同的幾個詞,那可能得提名跟我們稍微解讀一下,驚險在哪兒,刺激在哪兒,和圓滿在哪兒。 圓滿其實我們就知道了,主要幫我們解讀前兩個詞吧。 因為這次我覺得奧運會,可能大家都知道有疫情的原因,其實整個隊裡,其實遇到了很多很多困難。 你包一個人員上的,你看,如果要如期舉行,你看那時候的丁寧。 劉思文,也可能朱玉丁,他們那時候可能都是當打之年,對於他們來說可能都是。 但是,有疫情以後,拖延了一年半以後,拖延了以後,他們有的這些年輕的隊員也都衝上來了。 所以,在整個這個過程當中,應該說還是挺複雜。 作為教練來說,在準備這個過程當中還是挺複雜的。 所以說,還有呢,就是在東京,真正比賽的時候,真正來比賽的時候,這時候日本是主場。 而且他們的實力也明顯的就是比過去有很多的提高。 所以我們來的時候,其實就是抱著跟他們拼命的這種決心來的。 真得跟他們拼了,我們才有可能贏。 不是說,我們正常發揮就可以贏。 他們現在這種水準應該說,跟咱們這隊員呢,就是不動之間。 其實是靠這個場上的發揮。 不像過去,說是在那些比賽。 只要我們把自己做好,發揮正常,我們就可以贏。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比賽,為什麼說刺激? 就是你一定要把他們打垮。 一定要把他們打垮才可以。 這個包括這次的最後決賽東元會的時候, 這個劉國良主席也跟我們說, 說你們這次女拼的任務,叫千里決殺。 說你們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。 其實你想,一聽就挺刺激。 聽就挺刺激。 我覺得確實,搭起來更刺激。 而且我覺得,咱們三個年輕隊員, 在這麼大的壓力的情況下, 我覺得能這麼好的發揮出水平, 圓滿地完成任務。 我覺得, 就是他們真是形成了一種青春的一種風暴。 席捲動力。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覺得非常圓滿和成功的地方。 在這裡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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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這裡。